接下來我們要談的是這種電磁感應的一些應用 電磁感應的應用有 通過金屬管的磁鐵下落時間較久 這個我有個教具 下次再給各位看一下 什麼狀況 OK 為什麼會比較久 因為如果你只是一個鐵 就受重力往下掉 自由落體 可是如果你是個磁鐵 旁邊是一個金屬管 就等於通過線圈一樣 那就會有所謂的感應電流 感應電流所至的磁場是要抵消的 想來的不讓它來 所以會擋住你會有個阻力 所以下落時間會很久 下落時間會很久 好悠遊卡RFID無限設備 如果你有壞掉的悠遊卡 不要用來把它刮掉 旁邊會有一圈 線圈 這個是本身沒有電 本身不會發訊號的 去過之後感應 然後有個東西 然後把資料讀出來送給 優卡讀法機 優卡感應原理 好 電磁爐 專有名字叫窩電流 那你也不要管了以後再焦 可能它當然也是電磁感應 那它產生所謂的電流 這個電流叫做窩電流 然後電流就有熱效應 然後就會發熱 就可以煮東西了 OK 變壓器等一下會帶一下 簡單帶一下 我們的重點放在發電機 國中的 上課的 學習的重點在發電機 那我再說 第一個叫做變壓器 這個我們看過了 當初到處主要是利用電磁感應的原理 電磁感應的原理 好 還有一個兩組線圈 還有兩組線圈 一個組線圈 一個副線圈 然後繞繞繞繞繞圈圈 然後呢 那個 左邊的有電流流進來 右邊就改一電流流出去 流出去 就是 那 基本上就是交流電 我左邊是一個交流電流進來 然後呢 我是電流 我就會升磁場 所以我在右邊那個線圈裡面 就有一個磁場 但是我給的是交流電 交流電的大小跟方向都會變 所以那你的磁場的大小跟方向都會變 叫做有磁場變化 有磁場變化 有磁場變化就會升感應電流 如果在高中的教法叫做升感應電動式 就是感應電壓 有感應電壓 那麼 感應電壓 所以就達到了 然後我們也跟你講過了 這個 跟線圈密度有關係 所以你那個線圈的數目不一樣 你那個改變的狀況就會不一樣 有沒有 所以我就可以透過這個線圈的數目 來達到我升壓或者是降壓的目的 就基本原理這樣子 國中生只要大概知道這樣就可以了 不牽扯任何形式的計算 如果你的50班老師有教你什麼N1比N2的 或者參考老師有跟你寫什麼N1比N2的 通通不要理他 國中生不需要知道 不需要學 不用會 不用會 OK不用會 我們只要知道大概的原理叫做 電磁感應 然後呢 左邊的那個交流電 有變化 所以右邊的磁場就有變化 所以就會升感應電流 或者高度叫做升感應電動式就可以了 那這也是跟你講說他為什麼要交流電 因為他才會有變化 他才會有變化 如果是直流大小一樣方向一樣就沒有變化 所以為什麼前面要告訴你說 交流電比較容易改變電壓 原因就在這裡 OK嗎 OK